电烂网讯,近日,有媒体爆料,珠海银龙旗下南京银龙新能源有限公司,于7月20日,被江苏高级人民法院查封,据称,被查封的财产,包括位于南京市沥水经济开发区的土地,以及在建的南京银龙新能源商用车项目。 查封期限为三年,两天后,7月22日上午,又将苏省法院工作人员到达南京银龙产业园现场,对厂区项目于医疗解封,又银龙供应商表示,目前银龙最大的问题不出在业绩上,而是舆论关注度过高,银龙数大招风,媒体狂轰乱炸剧下,多家银行已收紧了对其的融资贷款政策,资本方面不支持。 不信任,再加上经销商家自己对会形成恶性循环,他同时表示,国内其他新能源客车企业情况也不是很好。 业内人士表示,目前类似银龙的事件已经不是个案,主要原因在于国家补贴下调直接增加厂家的资金压率,再加上部分供应商如电池上油材料成本的增加,导致部分厂家不能及时偿还欠款。 目前乘用车厂商回款较好,商用车、物流车回款比较差。 今年2月,财政部、工信部、科技部、包改本联合发布了,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。 其中规定今年2月12日至2018年6月11日为过渡期。 期间上排的新能源乘用车,新能源客车按照2017年补贴标准的0.7被执行。 6月12日后,执行2018年的补贴标准,在新能源客车补贴大幅退坡的背景下,连锁反应依然显现。 8月2018年半年报合之,出售油电池材料公司业绩预报普遍判涨之外,中下油公司及动力电池和整车板块业绩普遍预降。 其中,客车行业受补贴退坡新增影响的最为明显,国内上市的客车企业普遍遭盈利大减。 此外,国家开始重点鼓励常讯好里存纯电动车,高能量、密度动力电池的发展。 然而,珠海、银龙客车呆呆的,却是能量密度相对较低的钛酸锂电池。 据了解,钛酸锂的优势是充电快、玄环寿命长、耐宽温性能量好,但跟磷酸体理、酸原海料相比,能量密度较低。 并且生产钛酸锂电池的成本还比较高,如对环境、电压的限制的要求较高,而这种类型电池享受到补贴相对较少。 在此背景下,无论是在整车制造,还是动力电池研发上都不突出的银龙,也只能随着市场下行的大势忍受业绩滑坡的枯果。 在外界看来,补贴政策、技术路线、资金的这些问题,不仅仅在引龙存在,而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目前的诟病,也是企业变革改进的重点。 业内人士表示,目前真正想做好电动车的企业非常少,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 此外,2020年很多跨国企业的纯电动产品将陆续进入中国市场。 中国车体到底准备如何应对,仍是个未知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